同学们准备 比赛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喂 你想好你自願要填什麼的嗎 男人是高中吧 然後說叫我們填高中耶 他說高速都是成績不好的人才去讀的 去哪裡會學壞 可是我想填內工的冷凍科耶 你幹嘛去讀那裡啦 跟我們一起讀高中啦 因為比起理論的話我更喜歡手作 小時候家裡的冷氣環雕要等 維修的人來都要等好幾天了 然後他們來我們都樂趣了 所以我很佩服他們的技術啊 真的很酷的 唉唷不要讀那個啦 那都是男生在讀的 而且都會把自己弄得髒皮皮的 我覺得相信自己很重要 只要有勇氣做朋友都對阿 好啦先這樣囉 掰掰 那在上課之前呢 我要先去做一件事情 我們科裡面有舉辦那個 校內的技術競展 關於有樂科的網絡 那我非常鼓勵你們參加 尤其是女生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選手附身的 那其實我也經過這個經歷 那我覺得這個經歷帶 然後女生活動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動手做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動手做的話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要給我們參加比賽 我想看看校內的記憶選拔耶 你可以嗎? 我一定可以的 兩位老師好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制定一個新的校內技術競展規則 來選拔代表我們選賽要參加 全國競展競展的選手 那在這方面 兩位老師如果有什麼意見 歡迎提出 主任 冷凍科全國賽 競展非常激烈 選手必須在冷熱的環境下 來操作 是非常耗衛體育的 那這一次的選手的選拔 是把平安考慮進去 好主任 聽說這次有女同學 要參加這個 我們課裡面的校內技競展 因為女生的話 要在體能上 這個做一個選拔的項目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 把它排除在外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 學校在設置課程的時候 還有相關的活動設計的時候 不應該將性別當作差別待遇的考量 而應該要鼓勵學生 盡情發揮自己的潛能 所以各位老師在制定相關比賽規則的時候 應該也要把性別相關法規考量進去 那麼我們除了技能競展外 是把體能的競展法考慮進去 那這樣是可以利用來引導學生 讓他去平常就注重體能的訓練 不要單純用性肥來組定 那個體能的大強 簡單 我們就用那個體育署的一個規定 中等學校學生有一個提示等的一個 男女生的標準 來做一個相關的設定 來選擇選擇 好 那就請兩位老師 依照相關的規定 來設計接下來的規則 謝謝 為了 遊戲 很快 為了 成人 第二 時 為了 一個 - 直接到- 直接到 - 韓英俊第一名的 - 我成功了 我很厉害的事情 - 名不乖 - 效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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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裀 - 情况 - 大剌 - Э 来 - pare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